圆明会援助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12月14号、15号连两天 在台湾援助民族文化馆举办109年度 全国援助民族地方文化馆成果发表 及机优馆社人员的颁奖典礼 现场除了摆设琳琅满目的精彩作品 还带来精彩的动态表演 为期两天的109年度 全国援助民族地方文化馆成果发表 即机优馆社人员颁奖典礼 从14号开始在台湾援助民文化馆举行 而这次在全台总共有29座援助民族地方文化馆 从考评中脱颖而出 并且在北中南东四区 临选出各两座优等馆社 各一名机优策展规划解说员 及文物维护专业能力 我们人口本来就不多 所以我觉得把我们赛下的文化推广出去 而且我是希望不了解赛下文化的一些 比如说汉人 告诉他们我们的文化 而且我们平常的生活就可以从我们过去老人家的生活经验里面 透露出来我们现在的生活 关于文物典藏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把祖先的文物把它们保存下来 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不是只是保护那个保存那个物件而已 其实它背后的一些制作的工序 一些文化遗憾其实都要被保存 那我们地方馆其实是保存这些知识之后 把它看怎么样去推广出去 可能透过展示啊 透过其他推广活动去进行 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钟新华 也感谢华联县政府的支持 提供具有国际规模的演艺厅场地 让活动顺利进行 早期地方文文馆的经营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地方的财政拮据 加上人才跟文化的流失 不过因此而沦为所谓的文资馆 但是从94年95年开始以来 原民会益住了很多的经费跟人力 希望能够将这个地方文化馆能够活化 那96年开始活化之后 整个发展是新兴向荣 一直到100年移给文化营区 那我们在文化馆的整个推动 我们有所谓的策展人员跟文物保存 研究专案人员这样一个规划 所以在这几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就是有目共睹 虽然今年的疫情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馆社的同仁 对文化的保存维护跟推展 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努力 所以今天有一个所谓的成果展 同时也奖励一些比较表现机优的团队跟个人 我想在这里也祝福所有得奖的 所有的馆社跟人员 同时我也要呼吁 我们所有的馆社的同仁能够再接再厉 那我们给予奖励之外 我们希望大家也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希望好好地培议这些 这个策展员跟物维护员 那希望将来能够我们原住民博物馆 能够无缝接轨 那也希望他们再继续充实 个人的这个知识之外 我们好好学习 而这次的活动除了表扬优异馆社及人员外 也检讨了今年的执行成效 为了顺利推动下年度的工作 文化中心也办理了原住民族智慧财产权 文物权力盘点及案例分析 文案撰写等相关专业训练课程 强化管员的专业职能 期盼在明年也会是丰收的一年 记者许立琴 画链士报导